凭借着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强带影响力,马化腾和马云也成为了国内互联网备受关注的任务,由于两种形式风格的差异,再加上两个人都是同性,所以总被网友们放到一起比较,相对而言,这种公益的马云更加受到了大家喜欢,甚至被昵称为马云爸爸,但是马化腾就没有这么受欢迎了。 不少人因为小孩沉迷腾讯游戏而抱怨不已,顺带也就不喜欢这位大佬了。 今日,由于腾讯股价持续下跌,市值蒸发高达1600亿美元,作为创始人的马化腾身价也在下滑,亏损近799亿人民币。 本来是个坏消息,但是网友们似乎特别开心,不少人甚至拍奖称好,虽然有关马化腾的评论一直褒贬不一,列美人士对其评价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作为互联网通讯第一人,马化腾创造了一个几亿人的QQ帝国,确实也是非常厉害的。 与马化腾的身价下跌,腾讯市值蒸发相比,马云爸爸的红帮活动又一次圈了粉。 总不忘回馈用户的马云爸爸再次展开了红帮活动,从8月1日开始,用户通过线下支付宝草码支付,就有机会获得8.8,88,888,4888元的花贝红包。 不仅如此,线下支付马两人,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。 奖品也非常丰厚,包括8,888元的花贝红包,一年观影券,一年免费机票等等。 马化腾亏损799亿,马云却发起了8,888的红包。 看来这一波马化腾又输了呀。 不过从对用户的诚意和公益心来说,马化腾白的彻底,这大概就是商人和企业家的区别吧。 对此,你们怎么看呢? 你们有抽到马云爸爸的支付宝花贝红包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